开号到现在已经第三次谈原集了 对于他家的田俗罗 我真的就是一个纯纯的小迷妹 几乎每个月都来 搬村以后第二次打卡 今年的五月刚刚开业哦 虽然惠比兽的新店是开在一个楼里 但掀开门帘 这个迷你雅致的日式小庭院 一下子就把格局打开了 连天花板上的那棵树 也跟着Chef一起搬了过来 看起来比老店亮堂 也宽敞了不少 熟悉的开场闸瞎头 似有似无的面衣 清晰可见的纹路 果然还是那个销魂的老味道 虾身一直半生蘸盐吃 银润鲜甜 另一只全熟蘸萝卜泥 紧致弹牙 每次都要被主厨炫了一番 炸蔬菜是原集的拿手好菜 笋间娇嫩中段多汁 更轻柔的是那薄如沙一般的薄脆面衣 油炸食品能以轻盈来形容的 也只有原集的Kiss了 爱心型的卖相和它的名字一样浪漫 白身肉又细又软 全身一根刺都没有 嫩炸小香鱼上桌 还是在水里游的样子 这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超级可爱 色香味型 每个角度都是一道风景 为了避免每次来都不够吃的尴尬 一个眼神飘给了主厨 就来了两份镇垫之宝的紫苏叶包海胆 冷热交替在嘴里瞬间化开的口感 吃多少个都不会腻的 全场最惊艳的就是这道菜 开始还以为是油豆腐呢 打开后才知道是炸玉米 过油以后里边的汁水全部爆了出来 说是固态的玉米榨汁也不过分 几乎快要超越紫苏海胆 在我心中的第一位了 每次来圆集都有一种温故至新的感觉 传统的味道里总能找到源源不断的惊喜 尤其是他家的蔬菜甜妇罗 大部分都是其他店根本做不出来的口味 如果说传统甜妇罗吃的是一种熟悉的味觉记忆 那么圆集一定会让你对甜妇罗有新的认知 关注我一起吃遍日本美食